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他的卦象 上面是地 下面是山 所以中國人的名字只有叫做 地山 你看 許地山 沒有人會叫山地 沒有人會叫山地 一定叫地山 我希望各位去瞭解 山本來應該在地上面 結果現在山呢 躲到地底下去 夠謙虛了吧 你一座山 如果在地面上 現在大家都很有經驗 他遲早被突突去推掉 推掉之後 連山都不定 中國人很聰明啊 一座山 你躲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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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底下去 人家想推你 也推不掉 也不會推你 所以 為什麼 為什麼 職位越高的人 你越要謙虛 為什麼 你 責任越重的人 你越要謙虛 就是這個道理 每一個卦 他有他的像 有他的素 然後最主要是他的理 你把理找出來 你去做 就沒事了 那至於說 普躲躲到底準不準 我有幾個意見給各位做參考 第一個 越來越不準 而不是越來越準 這什麼道理 因為以前的人啊 他 治國的意志力沒有那麼強 他比較會說 既然普躲躲是這樣 我就找普躲就找 現在不是 現在我想這樣就這樣 我管你什麼 這個人的意志力越強的時候 普躲就越不準 就越不準 普躲是那個自然的趨勢 人為的是靠你的意志力 所以意志力 所以克服 可以克服未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要從那句話去瞭解 叫做信則靈 信則靈就告訴你 不信他就不靈 所以有人跟我講 某人看命喔 看相很準喔 我都會跟他搞笑 我說不是他準 而是你很配合 你完全配合他 他當然準 因為你太相信他 你全力配合他當然準 你如果不配合他就不準 所以我們正確的觀念是這樣的 大家我前幾天聽到一個人 告訴他們年輕朋友說千萬不要去看相 我是覺得這個也是不對的 那如果一個人告訴他們你要去看相 這個還是不對的 叫人去看相也是不對 叫人不要看相也是不對 因為這個不對嘛 應該怎麼樣 當你感覺得很順 感覺沒有什麼苦惱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要去看相 你去看相了嗎 因為看相只有增加你的苦惱 那些看相的人都說 你現在不錯啊 不過將來啊 不是很好啊 超高超級 因為他們按照異掛來講 異掛本來就是好就變壞 壞就變好嘛 它是動態的嘛 所以當你覺得一切很順利 沒有什麼苦惱的時候 你最好不要去看相 可是當你這樣也不對 那也不對 說自己又沒有一個定見的時候 那你去看一看 做個參考有什麼不好呢 所以每年到了這個時候 各位朋友所謂暢銷售暢銷售 其實最暢銷售是房利 房利是最暢銷的 很多人就問我 要不要買一份還利 我說一定要買 說我要買還利啊 他說我知道了 那我就要看貨 我說你千萬不要看 你這個很奇怪 要買不要看 不要看就不買就好了 你現代人腦筋都是這樣想 我說不對你要買一份 但是你千萬不要看 因為你一看你受他們的約束 很多事情 今天不能做這個 那什麼都不要做 那這樣我買幹什麼 當然要買啊 因為你一天早上起來 腳趾頭就踢到窗雷痛鑰匙 刷牙出血 然後一回這個不對 趕快翻啊 你才知道今天不能做這事 就救你一命啊 有什麼不好 那是備而不用的東西 看相是一樣的 這個不對那個不對 就是看相 看完相 千萬記住我的話 對你有利的 你就堅定自己的信心說 對就是這樣 對你有害的 記絕 我不接受 它就會化掉 它就會化掉 你千萬不要接受 一接受就是自我暗示 強烈的信仰就叫做自我催眠 那一定是靈驗嘛 怎麼不靈驗 不要上那個當 趨極必凶是這樣解釋 當我知道有凶來的時候 我躲開 我不接受 就沒事了 人包括壽命都是會變動 我管一切 一切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 但是記住 只有你自己可以改變 別人無法給你改變 你怎麼改 你的心一改你就改了 因為相隨心轉 只要你心機一改 你整個改 一切都是心理作用 一切都是心理作用 那至於說從易經來看地相 那更是很清楚的 完全是科學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歐美現在越來越像風水 對不對 他們的英文字就叫風水 直接就叫風水 這風水是科學 它是什麼 採光 通風 氣流 它是講這些的嘛 你看人 坐的位置 你比如說這個 我問你你會坐哪裡 通常你會找 後面是比較 牆筆可靠的地方 不會受干擾 也不會受風寒 如果你後面是窗子 那一次風進來 就可能是風寒 對不對 你會坐到門旁邊嗎 那這否人經過都會干擾你嘛 所以你會比較遠離那個門 我想這都是我們選擇的一些法則嘛 對不對 那最好是什麼 上面沒有梁 為什麼沒有梁比較好 因為梁裡面它有鋼筋 有鋼筋就有磁場 跟我們人體磁場會干擾 所以我們坐的時候就避開那個梁 這樣就好了嗎 我常常講啊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那時間是很長 如果你身上的磁場 跟地球的磁場是不一樣的話 那個對你身體當然是不好的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回去 在你床鋪的正中間鑽個洞 然後用個繩子去掛在天花板上 然後你人躺在哪裡 它像子男針一樣它會動 你要動到何事才停下來啊 那最佳範圍嘛 就這樣一來你家裡是搞得亂七八糟的嘛 對不對 所以中國人才會南北巷 那為什麼那房子南北巷就是配合磁場 這這麼簡單 那我到現在這樣 到想問你 頭是睡在北方還是睡在南方 這個比較重要 頭睡北方 腳睡南方 因為我們一般人頭要冷靜啊 腳要溫暖 完全是配合你的身體需要 你什麼時候是把它講得神秘兮兮的 沒有必要的 一個人睡在臥房 那什麼時候被移到客廳去呢 就是死了嘛 對不對 人如果在臥房裡面斷氣了 往生呢 最好不要跟往生的人睡在一個船上 最好不要 因為那時候陰陽激淡太厲害了 所以一定要把它移到客廳 移到客廳的時候 要錢穩住 這活的人偶爾要在客廳睡啊 他還說你頭要朝外面 腳要朝裡面 人家才分得出來到底是活的還是死人 其實就這麼簡單 沒有什麼太多太多複雜的東西 我們有很多以前的說法 其實都是被曲解的 你看走廊一定要裝燈 才不會鬧鬼 我認為這是一種傳言 走廊要裝燈才不會出意外 這是對的嘛 可是你如果跟老闆講 走廊要裝燈才不會出意外 他就不想裝了 因為出意外是你們的事 你說走廊要裝燈才不會鬧鬼 他就跟他裝了 其實這個目的而已 你如果朝對方向去想 你就可以得到比較理性的一個解答 那我們現在回覆到人的部分 我覺得《易經》裡面 關於人的部分是跟我們管理最有關係的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這個三話掛 所以我們一個組織也分成三個階層 任何事情都是用三個人搭配 三個人一個人扮演地的角色 一個扮演人的角色 一個扮演天的角色 通常老闆要扮演天的角色 所以你看皇帝叫做天子 老百姓或者是基層的員工 要扮演地的角色 幹部要扮演人的角色 大家會問啊 那如果只有一個老闆帶一個員工 那怎麼辦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個案拿出來 你可以了解到中文真的是很聰明 一個老闆帶一個員工 你怎麼會有三個角色出來 有啊 中文兩個人可以有三個角色 你就仔細看了 我都是觀察的 一個老闆帶一個員工 沒有啊 這兩個人很難溝通 非常難溝通 你講得重他還不高興 講得輕 他就亂來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 一個主管帶一個部署是這人 講得重天天在一起 講得輕他不當優勢 對不對 一個老闆帶一個 員工 怎麼會變成三 你移植去幹好了 當那個老闆非常不滿意這個員工的所作所為的時候 他會不會講 他不會講 他會回家去 然後叫他太太來講 你這個太太又來了 太太就開始罵那個員工 一年紀輕輕 這麼沒有休養 把老闆氣得回去連飯都不想吃 你到底怎麼回事 你不可以這樣子 我跟你講 他講完他回來 然後老闆又到家裡 去問那個年輕人 剛才師父我太太來這裡又亂講話了 這老太婆什麼都不懂 那你講話 幹嘛 五老六生氣 他亂講 他相信他呢 什麼事都沒有 因為你發現中文這一套攀岩就是攀岩天地人 就是攀岩天地人 做一個調和 不要讓兩邊太過激化 我們現在整個社會太激化了 一激化以後就沒有妥協 就找不到compromise 那這樣怎麼管你 所以當中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 老闆是天的角色 你看天最大的本事是什麼 就是當變化無窮 不負責任 再加上他不明言 從來不好好把話講清楚 所以高階層如果違反了這三個 你就沒有辦法做好高階層 變化無窮 才能適應未來 不明言 不明言你才能適應變化吧 因為你講的很會變啊 你講的會變你怎麼辦呢 我問你你怎麼辦呢 第三個 他是什麼 沒有任何責任 你跟天賦什麼責任 天從來沒有負任任何責任 地就不一樣了 員工就不一樣了 地是不變的 地是清清楚楚的 地是非常守責任的 非負責任不可來 你搞不好就三崩地裂了 怎麼能不負責任 那人怎麼辦 人在天地之間 你慢慢就發現 你慢慢發現這很有意思 人 該講的才講 不該講還是不能講 所以他有明言有不明言 他兩部分都有 他有手法 也有變通 他兩部分都有 基層是一切造之度 但到了幹部 他就開始要因應很多變數 做一些調整 他不能說我病人已經造之度 那就不行 所以這三種角色 怎麼樣做一個密切的配合 這個在中國人的管理裡面 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件東西 大家可以好好去觀察一下 你如果不按照這三個搭配 就是做吧 天好不好做 地好不好做 基本上天比較好做 人比較做 就是人最難做 所以幹部真的是難為 真的是難為 所以我們要培養幹部 要長期的照顧他 因為這人才難得 你有了默契以後 你把它換掉 你會從頭來 你會很辛苦 但是 不能縱容幹部 否則他會害你 天 他是什麼 過去 歷史生活在過去 所以員工完全生活在過去 他沒有現在沒有未來 他沒有未來 只有幹部是 處理現在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一句話講完了 未來的事情交給老闆 未來要怎麼樣 他去預測 所以為什麼高階層 預測反而變成很重要 然後像占卜這些事情 大部分都是高階層在做 員工做那要幹嘛 員工做占卜又怎麼樣 然後基層的員工呢 他是活在過去 因為什麼 所有規定都是過去的規定 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現在在規定 怎麼來得及呢 員工一來就開始工作 工作什麼 根據過去 所以實際上 員工也不太需要說 去看現在怎麼樣 不太需要 碰到現在就交給幹部 這樣才對 員工如果碰到現在 他自己製作主張在搞 其實這非常危險的事 我們要告訴員工 如果過去的規範 你能夠行得通 你就去做 如果過去的規範 跟現況有抵觸 或者行不通 趕快向你的主管去報告 這次中國是跟日本是不太一樣的 日本是要員工自行處理 中國人一定要會同主管一起處理 我是覺得我們這樣比較保險 因為基層萬一他跟你擅自做主張 跟你搞壞了 你糟糕了 你真的沒有辦法 追究責任也沒有用 為什麼用 他已經造成那個後果 所以往往我們都要員工 報告上級 然後上級會同他 共同來處理 我們的做法都滿是這樣 那至於未來要怎麼做 其實啊 幹部不要花太多的現實 否則的話你會分心 高階層他們去研究策略 他們去預估將來 他們去做將來的規劃 而不是中階層的事情 中階層提供資訊 提供現況的一些反應上去 這樣可以 那我不曉得大家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想知道哪些事情 現在我們還有點時間 請不要客氣 教授麻煩你被卡 人的因為他脫節掉了 活在當下的現象變 對 人喔 是因應現在的變化 做合理的應變 這是人最要緊的事情 你看老闆不是在外面開會啊 就是到哪裡去了解事情啊 那現在事情如果漾漾要等到老闆回來 根本就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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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天的話應該是高階層的意思 對 問題是哪些人算高階層 這是變動的 中文這個最妙的 都是變動 對不對 有時候連副總都不算高階層 也有啊 怎麼沒有 有時候連經理都算高階層 這很簡單 中文要你參加你就是高階層 不要你參加你就是高階層 我覺得這很對 這很對 某些事情 你要副總參加 副總就參加 某些事情 要有經理級的部分或者全部參加 這不可以 我們給上面人相當大的彈性 所以要開什麼會 要找哪些人來 經常我們要問一下 這個總經理 而不是說 喔喔喔喔 就這樣把那班人都找來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秘書這方面要有這個數量 就問他 這些要不要找誰 他說 啊 暫時不要 記住喔 該來的 不來 是不對的 不該來的 來了也不對 有意思就在這裏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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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異經啊 跟我們那個 比較長接觸的 像萊果 嗯 萊果比較好 比較容易懂 你異經來講的話 可能到現在四五十歲 甚至五六十歲 你都看不懂 不懂 很好 很好 異經 它太多那種 古老的死文字 這是我們閱讀時候一個障礙 有的字根本念也念不出來 也考不去 什麼用 甚至那個字 現在已經不用了 不出現了 所以我現在針對你這個 我有幾個建議啊 第一個 異經 不是用來讀的 也不是用來背的 都不是 其實我們異經是用來完散的 你抱著完散的心情 就對了 它也沒有頭也沒有尾 其實跟聖經一樣 聖經也沒有頭也沒有尾 你沒有發現一個人 碰到有什麼疑惑的時候 它就翻聖經 翻到哪一章就看哪一章 因為看又覺得 這就是我所要的 這很奇怪吧 怎麼會這就是你所要的 是因為你心裡頭 看到那個 你就想到你的事情 你自然就連貫起來了 異經也是一樣 你不想念回去把那邊異經 你隨便一翻 欸 這好像是我的